泡沫奶昔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今天我们要开始像巫师一样调配魔法泡沫了 你需要准备白醋 小苏打 食用色素 洗洁精 彩色亮片 洗着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套墨真的是来自巫师的魔法吗 其实它是一种简单的化学反应 所谓化学反应 就是几种物质奇妙的混合 产生了新的物质 我们今天的实验里面 小苏打混合上了白醋 产生了大量新的物质 二氧化碳气体 这些小气泡咕噜咕噜的往上跑 就产生了魔法泡沫的效果 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化学反应 你只要简单观察就能发现 比如放在空气中的铁钉 时间长了会生锈 铁锈就是铁钉和空气中的氧气 还有水分发生了化学反应 产生的新的物质 还有我们家的水果 如果放了时间长了会发霉 也是因为水果和空气 发生了化学反应 产生了新的物质 我们吃的食物里面 有很多都是通过发生了化学反应 而产生的 比如豆腐 就是因为大豆和其他物质混合 发生化学反应 产生的新物质 再比如我们吃的酸奶 就是牛奶和乳酸菌混合 发生化学反应所产生的 玩喝血 然后我们吃的酸奶和乳酸菌混合 我们吃的酸奶和乳酸菌混合 我们吃的酸奶和乳酸菌混合